蟑螂号称是打不死的小强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温水煮蟑螂 看看蟑螂究竟能扛住多高的温度 首先准备一个烧杯 然后往烧杯中倒入一定浪的水 接着扣上一个隔离层 确保蟑螂不会掉进水里 随后再盖上盖子 接下来再放入三只蟑螂 嗯 不过徒手抓蟑螂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模仿啊 随后准备一个支架 并在支架上放一个铁丝网 再将烧杯放上去 接下来还要安装温度计 确保随时监测里面的温度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室温为20.6度 下面点燃酒精灯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当温度达到25度左右的时候 蟑螂表现的异常活跃 最后竟然还有一只还越狱了 不过还是没有逃过小哥的魔掌 最终又被抓了回来 据说蟑螂最适宜的温度是25至28度 这个实验也证明了一点 此时的蟑螂确实异常活跃 当温度超过35度之后 蟑螂开始躁动不安 温度到达40度时 蟑螂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有两只蟑螂倒下了 当温度达到43度时 最后一只蟑螂也倒下了 原本以为三只小强很快就会撒手人寰 没想到它们愣是死扛一口气 从它们那颤抖的触须和细腿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温度达到45度 它们依旧还活着 那么小强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呢 终于当温度计达到47度时 小强彻底死透了 看到这里萱萱也是心服口服 不愧是打不死的小强 好了本期的萱萱科技到这里